你爸爸呢 爸爸出去打工了 妈妈呢 妈妈在屋里招呼妹妹 那你跟谁在一起生活啊 爷爷奶奶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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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现在在外面 爸爸现在没在这儿 爸爸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现在在乡镇上 这里也是留守儿童最多的地方 基本上是小孩满了一岁以后 父母出门打工 交给爷爷奶奶抚养 每个月给爷爷奶奶寄生活费 这种现象存在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基本上每家都是在这样生活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关于这个特殊问题 我请小月月来解答 哈喽大家好 我是90后 从小出生在农村 也在农村长大 一直到18岁出去上大学 才很少在农村生活 留守儿童的话 我身边有很多同学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都是留守儿童 就是爸爸跟妈妈去南方 或者是北京打工 然后每个月的话 会往卡里面打一点钱 然后奶奶再娶了 再够他们一家生活 物质生活 好行 你就说一下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 因为大多数 都是前面你说这种情况 对吧 对还有一种 比较特 还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比较特殊的 就是 小孩的父亲 就是犯罪了 或者是说特别穷 然后母亲就离婚 或者是走了 在我们当地的话 就叫跑了 对 跑了 这种的话 对于小孩的同学来说 就过得苦难 因为我有个亲戚 还有一个我同学的外甥女 他们都是这种情况 就都是同时是属于 父亲犯罪了 就在坐牢 然后母亲的话就 跑了改家了 就是接个小孩的话 基本上就 在爷爷奶奶身上 就养育小孩的责任 就在爷爷奶奶 推给爷爷奶奶身上了 好行 我有个问题 那他们这个平时 还给小孩寄生活费吗 就是像这个妈跑了 或者父亲去坐牢了 这种情况 我那个同学的外甥女的话 她是 她现在长大了 跟她妈有时候会聊聊点微信 但是 以前话好像也很少 就是说好的时候 会给个几百块钱 也不是说每个月 就很尽心尽责的 就完全在养这个小孩 没有 是这样是吧 对 那我来说一下 会遇到一个问题 好吧 嗯 也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 接触了一些这个 留小儿童的爷爷奶奶 跟他们聊天得知啊 他们是每天要有 那个十元钱的伙食费 也就是包含早餐 中餐和晚餐 因为是在农村上学的话 都是在镇上 从村里到镇上 他们要走二十里路 嗯 嗯 因为老人去送小孩 这个都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 所以说从小学开始 这些小学生们都开始在住校 然后就是每天也在学校里吃饭 他跟我谈这个十元钱这个伙食费贵了 当时我其实很不理解啊 嗯 因为这个十块钱 你不管是在现在在乡镇上吃 还是在城市里吃 基本上 你想吃个盒饭的快餐呢 这个价格是吃不到 但是在学校里面十块钱吃三顿的话 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已经很便宜了 对吧 你今晚是找不到这个价格了吧 对 无价 嗯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也就是没跟他们去聊这个话题 但是出于好奇 嗯 我们昨天专门去乡镇上看了一下 顺便拍一点视频 嗯 像你们开头看到的小孩 也就是当地的留守儿童 我们也是沟通好了以后 问了他几个问题 然后进行拍摄 嗯 顺便也在这个镇上 嗯 取了一些鸡 然后看到很多老人在卖菜 嗯 大多数啊 也都是留守儿童 奶奶跟爷爷 基本上那些菜我昨天看了一下 嗯 每件菜 价格到一块多两块多的菜 反正比市区的菜要便宜 对吧 嗯 基本上你把那些菜买完的话 也就是二三十块钱 这也就是他们的唯一经济来源 是吧 也差不多 也有还有 也有的爷爷在工地上打您工一天 两百块钱的 哦 就像我上次拍那个工地上那个 就说一天两百块钱 就是做工 是吧 对 嗯 像这种可能经济情况就稍微好一些 对吧 觉得不太保证 因为工地有的也嫌年纪大了啥的 也不愿意 嗯 而且现在太热 嗯 嗯 但是 嗯 然后你如果说一天就是这点收入的话 对于10元的那个伙食费来说 我现在理解她为什么说贵了 嗯 关于为什么要做这一期节目 嗯 也是小月月 有些话想跟大家说 你说吧 就是 因为我的同学嘛 都很多是从小就是当留守儿童长大的 他们就 从小就没有温馨的家庭生活 嗯 然后到等到他们又成家了之后 他们又迫于生活的经济的无赖 又出去打工 把孩子又扔在家里给那个爷爷来的照顾 他们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儿童 嗯 就感觉这样 始终是周而复始的在重复这样的 生活的一个秩序 对 嗯 我有 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发小 他是 留守儿童 所以我小时候特羡慕他 就是生活 没人管是吧 很自由 没人管 然后生活费很多 像我们上初中 每个星期爸爸妈妈会给20块钱的 你花钱 嗯 可能他们都50100 我上初中从来手里面都没有见过50块钱 嗯 在他那儿就150 就就还还还蛮多的 我觉得好多 嗯 就特羡慕 就好喜欢去他家玩 就特羡慕 就自由 然后他现在结婚了 生了孩子 就他也在外面打工 他小孩也在留给小孩的爷爷奶奶在待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觉得挺韩心的吧 你现在想跟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说些什么呢 就是有些什么感触 结婚生孩子不要太冲动 父母离婚了 嗯 小孩扔给那个 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 那种很多就像我的同学吧 他有很多就是上初中 都没有毕业都出去去南方打工了 在工厂里面 嗯 可能也就十几岁 然后青春期嘛 就荷尔蒙分泌 嗯 然后吧又很冲动 然后有的很多回来说 就是大的肚子回来结婚的 就把小孩生下来以后 嗯 就突然间又感觉 女孩又觉得嫌这家穷啊 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嗯 又又又跑了 嗯 这种情况 就小孩他是很无辜的 就完全这种完全一手 是父母的不负责恩造成的 嗯 但是他们像我很多同学 他们把孩子放在家里 让孩子当留学儿童 那完全在我看来就是 非常非常荒唐 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个事情 你说在农村好多十几岁都结婚了 都是像过家家一样 肚子大了就结了婚 然后 嗯 勒股新鲜劲过了 或者 然后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都离 离婚了 可都 其实都还没有领结婚证 但是留守儿童有个问题 他们的学业啊 还有性格呀 是不是有 嗯 比就是说跟正常父母在一起的 还是有些区别 嗯 我觉得是性格啊 嗯 性格肯定是的 先不谈学习 因为学习应该有一部分是需要天赋的 嗯 但是确实是性格内心很没有安全感 嗯 我接触到的 然后的话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胆怯 嗯 就害怕 行 基本上你说这些 基本上面都覆盖到了对吧 我不能完全说覆盖到了 嗯 嗯 因为我们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农村嘛 嗯 它 它是属于那种 平原 不是像那种山区啊 嗯 嗯 可能平原的生活好一点吧 嗯 如果是山区的话 我也不太清楚了 关于留守儿童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